到家了 今天跑了40多公里 留点电明天再跑吧 朋友们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下面能不能住 马上5点了 先把这个今天的住的地方找好 这个地方看一下 有鸭子 可能有人住吧 不行的话咱们去那个桥底下去 这地方不行 住的有人住 这个大桥底下也不行 有点吵 看样子今天还要继续赶路 尴尬 这个桥上它是高速公路 那个桥底下其实也给住的 但是有点吵啊 这车太多了 刚出城 走吧 骑车咱们的小猫驴再走个10公里吧 这里不行 看一下这个轮胎 还行 没什么问题 有点发烫 哎呀 有点发烫 哎呀 有点痠啊 有点痠啊 来吧 休息半个小时咱们再走 咱们再走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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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走吧 把十幾趕過 推起来还是蛮省力的 在这个屏路上面 这里有个浪尾楼啊 晚上可以在里面过夜啊 安徽渠州 所以这个南枝区域还是蛮大的 駕駛他们想有一质 好久不見 下午4点半了 朋友们 我已经进入这个滞舟了 离开南京 活到104 现在还没有找到今天的这个露营地 朋友们我已经到达安徽了 下午5点半 咱们还在路上找露营地 安徽街 这刚出这个市区又要进入一个新市区 我在想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做饭呢 我以本以为出了南京之后 这个外面就是荒旧有外了啊 哪知道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城市 这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 这两个城市相隔的太近了吧 这又是一个城市 这是穿过这个除州的话 估计今天要搞到天黑 所以今天比如今天有点难搞啊 朋友们 先走着吧 不行的话 今天就只能叫外卖了 下午5点半了 朋友们 我在这里叫了个外卖 叫了一个红烧鱼块 今天不做饭了啊 因为在城市的话就吃点美食嘛 然后我等快递到了 这不是 然后我等这个外卖送过来之后 就找个地方去充电 充电就在那里住一晚吧 明天上午咱们继续出发 如果不充电的话 那明天的话就走不了了 朋友们 因为你明天的话上午要走 是不是 这个太阳能它充不了多少电的 明天上午 除非你下午走 所以的话还是要补一下电 休息 休息一下 现在这个城市里面充电钟还是蛮多的 我过去随便找一个就好了 嗯 我有转接头 现在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 城市里面都是下班的节奏 外卖到了吗 这么快 喂 外卖到了 好好好 我马上来 这么快 这里后面 这里后面 哇 那个乖乖 比我想象中的快啊 比我想象中的快啊 哎 那里卖大饼的 明天再买吧 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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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呀 哎呀 我的乖乖 快走吧 继续赶路了 前两天吃惯了这个 南京的菜 今天吃一下安徽的 看哪边的好吃 现在咱们去找个能充电的地方 一边充电一边吃 吃鱼 哇 这个风筝还比较远啊 六点五公里 最后一个点了 加油啊 马上熄火了 快到了 快到了 还有八百米 最后一点点 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六百米 咱们加油 还好今天晚上我没有 我继续往前走啊 不然走到这个路上 估计要抛锚了 马上到了 还有五脉币 这电动车是真多呀 这我还不好 往右拐的话 这还真是要小心一点 后面全是电动车 早准时机 回来又回来又回来又回来 回来又回来 好了 我过来了 哎呀 好乖 这个大下坡 下坡的话舒服 哎呀 那个骑行的小伙 真羡慕 还有188米 不知道这个充电桩怎么样啊 我还没有到充电桩充过电 第一次 还要学一下 不知道怎么弄 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这是不对啊 哪里啊 怎么没有 右拐的话 几十米就到了 是这个里头吗 新能源车辆充电站 我这个充电灯内不准进 啥意思啊 还好留了一点缝啊 我的乖乖 这大一点的车根本就进不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就不客气了 直接进来了 这机器在哪啊 在这里啊 这公交车也可以充 哇 这么大这个机器 我一直遇到啊 这是研究一下朋友们 哇哇哇 这这这这么多公交车 今天我们就在里面露营喽 哇 这这可以啊 里面 先把电充上再说 慢慢研究这里 咱们在这里充还是在 把车停在哪里了 停在 前面一个大爷去问一下他吧 这里面有没有慢充的充电桩啊 喂 他这里慢充的有没有啊 单充啊 嗯啊 你不就是帮汽车充电的 你这个是充什么车的 充电饼的啊 就是恶不恶 不是啊 他有转接器的 我我我看你什么东西 我看你什么枪头的啊 我是七孔的头 你看我们这个头给关上 那我把那个拿出来试一下 我也第一次 我我看一下能关 1234567 是这样 我那再看一下啊 你这个全部都是这种口啊 对啊 我只要必须帮他 你看一下能不能插 你看我们这个车子 我给你看 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才管插的 嗯 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才管插的 那不行啊 对啊 那父亲还会有呢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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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些小车在哪里充的 你看我们这个车往这够插的 你看那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我这个拿下来 然后盖上就管了 你们这个 这个只能冲这个大色是吧 我们只是冲7色的是 是 ignore 他冲 الن所要塵的 那是小车的 我我看你的什么头 这这 他就是用这个头 用这个两相的不可以吗 两相的 什么两相的 就这样这两个差了 差了差了眼的 可以啊 但是没有啊 有啊 哪里有 小区里面多了 只要你 投币就管了 投币就可以了 还有这样的 那可以啊 等一下 我把门关一下 还有这个 这个大哥他说每一个小区都有 现在投币就可以充电了 连转接头都不需要 这么 我还有这样的 现在发展的这么快 我们真的是没有开过这个电车 啥都不知道啊 哎呀遇到好人了遇到好人了 不然的话我这到处去找充电桩 这个大哥他试带我去充电的地方去吗 这里啊 这里啊 起来 插插口 上面有爱码 卫星扫 你想充个长时间都可以 好的好的 谢谢 找一个地方能开上去 那个地方能开上去 找一个空里面的 谢谢啊 谢谢啊 然后你到外面去洗个办法 好的 谢谢你啊 哎呀 你不告诉我的话 你带来去充两天 我不带来拿去充 这个来关注你 他只有到再充 他是女友的 谢谢 谢谢 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过去拿去找 后面还有 只要你都给引过来那个人 他把我引过来 哎呀 烧了一下 1元6小时 这么便宜吗 分瓦250瓦 哦 他能自动 辨别你的这个电压 450瓦就是 1块钱4个小时 700瓦就是3个小时 1块钱 1000瓦就是1块钱2个小时 那我这个估计应该也就是 200瓦吧 1块钱 可以充6个小时 那 确实好实惠啊 我我充个1块钱的吧 充2块钱的吧 2块钱的够了啊 充了1块钱又充了个2块钱 都不行啊 他说充电器功力过大 功力过大自动断电了 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只有500瓦呀 550瓦 这就尴尬了 车充了几块钱 进去充不了电 这钱充了也退不出来了 服了 钱充了退不出来 我现在又换这边的 这边的又充了1块钱 这边的我发现可以充啊 他没有限制这个瓦数 就在这里充吧 准备吃饭了 总算可以充电解决了 明天可以继续赶路了 朋友们